咱们两个结婚都三四年了 可是你的肚子怎么一点公斤都没有呀 我也不知道呀 这可能这孩子跟咱们的缘分还没到吧 行了 别说什么缘分不缘分的了 这都三四年了 依我看 咱们呀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那也行 要不然改天抽个时间咱俩一起去 那行 明天就是周末了 明天咱们两个一起去 行 我知道了 怎么会这样呀 亮总 你回来了 怎么了 还哭起来啊 没什么 对了 这今天你不是去医院拿那个检查结果 怎么 出来没有 出来了 这医生说 是咱俩生不出孩子 是我的问题 什么 你的问题 这 按理说不应该呀 这平常咱们两个的身体都挺好的 怎么 是你的问题呀 是不是误诊啊 怎么会是误诊呢 我已经找过医生 再三确认过了 的确是我的问题 是 石头 我也不想拖累你 如果 因为我生不了孩子 想和我离婚的话 我同意 我不想拖累你 行了 行了 你说什么傻话呢 就因为这件事 我怎么会跟你离婚呢 你看也不要多想 你真的不嫌弃我 行了 行了 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 那谢谢你石头 来了来了 姐 你来了 我过来看看姐 姐 你来了 燕子也在家呢 今天我们两个都没上班 燕子 石头 这你们两个 今年都有小三十了吧 是啊姐 我跟燕子 我们两个一年的人 这刚过了二十九的生日 你说说 你们这也老大不小的了 也该玩够了吧 姐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看 这跟你们一起结婚的呀 这孩子呀 都两个了 你们这也该要个孩子了吧 啊 这咱爸咱妈呀 年龄也不小了 他们呀 经常在我耳边闹闹 想抱个孙子 或者孙女 都行 姐 要孩子的事情啊 不着急 我跟燕子 我们也商量过 想着再玩两年 再玩两年 这你们能等 但是 咱爸咱妈 他们能等吗 啊 姐 你不知道 这燕子身体不舒服 这生病了 生病了 这生什么病了 能影响要孩子 姐 医生说我先天不育 生不了孩子 什么 生不了孩子 这没想到 你还真是个 不下蛋的鸡呀 不是姐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呀 你赶紧跟她离婚 姐 姐什么姐呀 她都为你生不了孩子 你还要她干什么呀 我跟燕子 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挺好的 我觉得 这样生活下去 也没有什么不好呀 所以 这要不要孩子的事 你就不要再管我们呀 这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你守着这样的媳妇 给爸妈 生不了孙子 你 你就是孤孝 这该说的 我已经说了 你自己好不想想吧你 姐 石头 对不起啊 行了燕子 这件事也怪不得你 你别往心里去 我姐那个脾气啊 就是这个样子 回头 我再给他们好好说说就行了 好 博士 姐 怎么了 有什么事 不能到家里说 非要把我给叫出来 你说什么事 还不是因为孩子的事呀 姐 你好歹也能去过大城市的人 你应该知道 这年头呀 丁克的人也比较多 这有没有孩子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无所谓 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 那过得好不就行了吗 你们两个是过得好了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家里人的感受呀 我们也没有说不要孩子 至于以后会不会有孩子 顺其自然吗 还顺其自然 你怎么那么冥顽不顾呢 这咱爸咱妈的身体 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们在有声之年 还能不能看到孙子呀 如果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孙子的话 我看他们呀 死都不会瞑目的 不是姐 你应该不会把这件事情 都告诉咱爸咱妈了吧 当然了 这件事能瞒得下去吗 咱妈听到这件事之后呀 都病倒了 什么 咱妈病倒了 怎么会这样呀 她老的身体不是一个挺好的吗 那还不都是因为你气的呀 如果你希望咱妈的病早点好的话 你呀就赶紧跟她离婚 再找一个能生孩子的呀 姐 可是 可是什么呀 这咱妈现在每天都以泪洗面 难道你非得把她气死你才干净呀 听姐一句劝 赶紧呀跟她离婚 这件事都不能再多了 贤姐 我知道了 来 石头 姐 你来了 叶子 这我有件事想跟你好好谈一看 什么事 她说 你也知道 这咱爸咱妈的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 他们二老唯一的心愿就是能抱上孙子 你也知道 我呢 是我们家 唯一的男丁 全指望着我传宗接代的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我想的 这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 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是不完成的 虽然 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我替我们全家呀 我替我们全家呀 谢谢你 放过了我弟弟 没有让我们家绝了后 你呢 跟我弟弟离了婚之后呀 你想祸害谁家就去祸害谁家去 随便找个人家了吧 像你这种生不出孩子的女人呀 你也别太挑了 我不计呀 也找不到什么好人家 这个 你们看一下吧 什么呀就是 这 这怎么可能 什么呀 什么 生不出来孩子 是我的问题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这 这肯定啊 是搞错了 是不是搞错 你去医院里 问一下医生就知道了 不是 燕子 这 这肯定是假的 这肯定是你在骗我 对不对 你就接受事实吧 这是真的 可是当初 你明明说 生不出孩子是你的问题啊 那 那既然是我的问题 你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呀 我当初啊 那样说 是为了维护你的面子 我相信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可是你的所作所为 实在太让我失望了 这 这怎么会这样 现在 事情的真相已经明白了 你啊 好自为之吧 我走了 燕子 燕子 你别走呀 我 我知道错了 燕子 我求求你 你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你现在知道错 有什么用 如果生病的是我 你们还会让我留下来吗 燕子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以后不要孩子了 咱们两个在一起好好生活 你不能离开我呀 你原谅我吧 你现在说这些 我已经不会再相信你了 因为我的心已经被你伤透了 干什么 燕子 燕子 别走呀 燕子 你别走啊 燕子 你放开我 你别管我 都怪你 都怪你 现在好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以后要怎么办呀 喔 喔 喔 中文字幕——YK